大家好,今天我会向大家介绍我们的系统,PayRecord和PayShop。 首先,登录账号。 登录后你会看到主页,Dashboard。 然后你会看到两个标记天数的Table,一个是Unpaid Order,另一个是Cancel Return Delivery Field。 从这些表当中,都记录着不同天数的订单的数量,以及它的总数额。 这两个表是为了警惕卖家注意这些订单。 接下来,这里有一个图表。 图表显示着不同天数的销售报告。 你可以在这里选择你要看的热气范围。 下一个是产品排行版。 你可以在不同的卖场看到哪些是热卖商品,以及它的销售量。 现在,让我为你介绍PayShop。 PayShop是一个智能的库存和产品同步系统,可以帮助你管理在线商店。 在这里,你可以控制库存量来防止超卖。 首先,这是产品列表。 你可以选拨要。 你可以选拨要的产品,然后同步去线上。 只需通过按这个键即可。 除此之外,你也可以更新在线商店的产品数量。 通过PayShop,你也可以增加新的产品。 或者,你可以把现有的产品导入PayShop。 其他的功能包括了,导入产品,导入产品图片,打印条码,调整数量和PayShop码。 PayShop里还附有一个迷你POS系统,以便卖家能输入别的销售。 另外,卖家还能在PayShop输入采购和费用记录。 接下来,是一些报告。 包括了,产品报告,调整报告,品牌报告,产品变动报告,销售报告,付款报告,采购报告,费用报告,买家报告,和供应商报告。 接下来,让我为你介绍PayShop。 PayShop帮助在线卖家自动对所有市场与订单进行核对,跟踪所有未付订单并轻松准确的生成财务报告。 卖家只需做三个步骤,便可轻轻松准确的看报告。 首先,第一步,扫描。 这是和在线商店一样的订单处理界面。 卖家能在一个平台处理多个在线商店账号的订单。 卖家要做的就是扫描已包好的订单的物流号码。 以便通知系统,您已经处理和寄出此订单。 第二步,处理有问题的订单。 这里有提供便捷的锁藏表格,以便卖家可以提交表格。 第三步,上传账户对账单。 卖家只需从在线商店下载对账单,然后上传至PayRecord。 这个目的是要通知系统,哪些订单已较轻。 接下来,就是一些报告。 首先,是销售报告。 这是依据所选日期的报告。 接下来,是未付款的订单报告。 这是已付款的订单报告。 然后,这是邮费报告。 卖家能通过这个报告,知道哪些邮费是计算错误的。 其他报告,例如,支付报告,退款报告,交易总览报告,补贴报告等等。 以上就是PayRecord和PayShop的简介。 谢谢! 请elo和点赞 订阅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